今天上午美之团总决赛结束了第三场较量 做客迈阿密的雷霆曾一度领先10分 但他们最后时刻的失误 以及詹姆斯力挽狂澜的表现 还是让热队拿下了协赛第二场胜利 重回迈阿密 电话最大的就是前两场屡遭诟病的维德 他的脚步不再亮相 而且串联组织使球队进攻也更加流畅 闪电侠和波士联手在开局阶段爆发 热队不仅比分上占优 一个接一个的精彩进球 也使他们的气势完全压制住了对手 当詹姆斯凭借超强的个人能力 为进攻潮锦上天花时 雷霆彻底陷入了被动 好在杜兰特及时站了出来 无论遭遇四人包夹 还是对詹姆斯一对一的防守 雷霆当家都展现出了三界得分王应有的状态 他的表情越来越轻松 雷霆追平并且反超 一度领先了10分 而且他的牵制给队友创造了更好的机会 看着威斯布鲁克如鱼得水的表现 小黄帝急了 雷霆主打二少 热队则依赖双合 尤其是杜兰特陷入犯规困扰之后 詹姆斯看到了机会 他连续突入篮下得分 两队重回同一起跑线 中场前16秒 落后4分的雷霆 边线发球失误 维德两罚全中 詹姆斯又抓住了关键篮板 热队最终以91比85战胜雷霆 这就是全球的性质 我们知道我们来给的球 我们来给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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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员 但更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 能够到球 我们来给的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